就是我今天主要来找谈委员 是因为我发现 人类是有可能可以进化 到另外一个层次的 并不是只有生理上的进化 大家可能现在只是觉得说 要延长寿命 要让寿命可以延长 可以让我们肌肉更有力量 那可能器官可以延用得更久 但这些只是生理层次上的进化而已 那如果这些层次都进化了 我们的脑却没有进化的话 那我们人类的状态并不会进步 它一样会到其他地方继续扩展 继续剥夺所有资源 那一样会面对到 现在我们所有面对到 所有的忧愁悲伤烦恼痛苦 因为我们的欲望是没有极限的 延长我们的肉体 只会让这个没有极限的欲望 持续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 那所以我认为人类的未来 就是处于在人类的大脑 也可以跟着一起进化的时候 当我们大脑有进化 那随着科技有进化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迈入下一个阶段 那要怎么样进化呢 那我们就要先了解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从动物 演化到智人 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是演化到神人 就是我们从animal到homo sapiens 那下一个阶段如果可以再进化 可以变成homo deus 但是大家都只有着重在生理上的这个进化而已 那他们忽略了我们脑袋 脑神经的部分 要怎么去进化它 那动物跟人最大的差别在哪边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动物跟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在 动物的脑 跟我们的脑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 也就是我们认知神经接受回馈的机制 当我们有发现到有一个状况 我们的觉察力会去注意它 注意它之后我们 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有饥饿感 那时候就会驱使我们想要吃东西 那吃了之后 我们会品尝到这个东西的味道跟触感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感受产生 这个感受会让我们觉得好或者是不好 或者是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好的感觉我们就想要再次重复一遍 不好的感觉我们就想要去排斥它 那这个状况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 所以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 我们可能吃到糖 那它是一个生理性的回馈 让我们很快地感受到快乐 所以它会释放大量血清醋 所以它是会想要再次再去品尝这个含糖的东西 或者是吸毒 或者是任何会让我们沉溺的东西 所以这是跟动物一样的地方 对这是跟动物一样的地方 动物也是这样 就是它去有一个驱动力做 让它有这个经验 有这个经验之后 它就会重复想要体验这个美好的经验 那在生物学演化角度上来说 这个东西是非常快速的 它可以让它很快速在野外求生 速度是很快的 那它有一个坏处 也就是动物的这个脑放到脑上面之后 我们还是持续照这个原本的这个回路在生活 那我们跟动物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脑袋可以思考 我们可以思考抽象的东西 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思考未来 也可以思考过去 那它们比较没有这个方面的能力 比我们差 那我们原本的这个动物的脑 加上我们会思考的这个状况 这两个合在一起 加上现在科技的进步 必然会走向今天所有的问题 不管是战争 还是地球资源的耗尽 还是所有 比方说我们政治 不管我们当初先人想了多少的美好 当然它们是建构在一个完美的系统里面 它们想出来的当然是个理论 没错 但是实际应用在社会上 就会发现会处处碰壁 就总是会 怎么会原本设想呢 都不一样 怎么会总是会出现一些 卡住的地方 这样 那其实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一样还是在用动物的那个部分在运作 那再加上我们会思考 所以所有完美的理论系统的社会机制 都没有办法完美的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它是有原因的 那所以现今所有的世界的状况都跟我们的大脑 其实是完全百分之百相关 如果有机会想要走到下一步 比方说我们想要每个人都想要自由嘛 这是人类的天性 我们都追求可以过快乐自由平稳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可能不是每个人 大部分人可能都希望就是没有一个公权力在主宰我们 我们自己就可以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 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不越过那个界限 过度 然后侵害别人权利 侵害这个地球的资源 那到底要怎么做到呢 因为所有的公民教科书可能都会跟我们讲 这些政治系统要能够存在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公民的素养要是够的 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 什么何谓公民素养 那些写的淋漓尽致的那些公民素养的教条 其实是没有办法实际让人类可以去改变的 看了只是一个知识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对别人和善 要互相帮助 要利益他人 自己也要获利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教条式的空口说白话 个体是很难靠这个东西去做到的 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进化我们这个大脑 其实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有觉察力 我们要觉察到我们现在的状态到底在哪边 觉察到之后才有机会可以做出改变 觉察到之后才有办法真正的看到事实 事实就会给我们力量 我们就可以根据事实做出反应 比方说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讲话 谭委员之所以为谭委员 我之所以以为胡的话 并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个体 是因为我接受的那些知识 我学习到一些经验 那我认为您可能可以了解我的想法 那为什么我会认为您应该了解我的想法 也不是因为你是唐凤 而是因为你之前所有的生命经验 那你有这个理念 所以你决定要欠创建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交流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话 其实我现在讲出去的每句话 你的耳朵现在听到了 听到之后去了解 了解之后你等一下就会给我反应一个回馈 其实这是两个神经系统在交流 不是两个实质的人在交流 我们不是永恒不变的个体 那如果大家都可以体验到说 生命是活在当下 要正确的做一个选择 正确做一个决定 不是靠我们的感觉 喜欢或不喜欢喜好 这个是一个动物性的直觉 我们必须要正确能够正确的听到 正确看到 正确的感觉到 正确接受所有的讯息到我们的大脑里面 我们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 英文叫做Cognitive Bias 没错 大家都知道 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显学 其实这个讲的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东西 但是大家已经非常的强烈感受到 事实的确如此 它并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东西 他说经济学家他们就说有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快速的 也就是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直觉来做反应 我们喜欢不喜欢 这就是所谓的直觉 那第二个系统 它的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 它经过思考跟理性分析跟逻辑 这两个系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大脑的运作的方式 其实是不同的 那第一个系统跟第二个系统最大的差别 其实作者并没有讲到这个前面神经学的差异 它的差异其实就是在于我们收集了多少资讯 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收集我们需要的资讯 输入我们的大脑 公正无误的去接受这些资讯 然后做出判断 那第一个系统它有好处 它可以让我们在以前的丛林里面 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要交际嘛 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做出回应跟社交 但是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必须要靠第二个系统来辅助我们 所以如果人类可以认知到自己有两个系统 然后愿意去改善第一个系统的不足 两个系统可以更加完美的运作的时候 那我觉得人类可能才有未来 现在所有做的一切努力 不管是环境资源地球 其实都比较治标不治本 我们都是根据这个系统的演化 做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那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不可能会有改变 不可能会有人真心的愿意去做出巨大的改变 不可能 一定会有人一直扯后腿 那到最后 所有事情都徒劳无功 都会是同一个循环 人类一定要改 就是得从大脑来改变 对啊 但我现在来找谈访谈为人的问题 就是在于我现在遇到的状况 这些是想法 我不知道怎么样付诸实现 我不知道怎么样 嗯 真正可以实际把这个理论 放到人类身上去运作 也就是其它是可以靠教育来改变了 那教育的话 我目前能讲到一些很传统的方法 嗯 教育要怎么教育 其实很简单来说 这件事情应该谈委员也知道 应该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所谓的正念 就是所谓的mindfulness 必须活在当下 接受所有正确的资讯 所有的身体 情绪的感知 所有我们的想法 的思绪 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的去了解 它是需要经过非常扎实的训练 大概需要至少两百个小时 到一千个小时才是个入门而已 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 比方说政府部门 我们在学龄前可以有教育 最基本的教育怎么样活在当下 比方说可以教小朋友怎么洗手 当他眼睛看到水龙头 要把水龙头打开的那一刻 从这些小地方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怎么把椅子收好 怎么穿衣服 怎么折衣服 怎么收玩具 这些都是培养 活在当下 最基本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教育谁落实的最好 比肯定人在做的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这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小学生收东西啊 或者是比方说 你看他们一记关门 跪下来的动作 很仔细地把门关起来 所以他们这部分训练很好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部分训练很好 这个国家有什么益处 这个国家有个益处就是 他可能在记忆上面 是做得非常精细的 但仅此于就是这个部分而已 他没有办法提升到更高的 另外的一个层次 但我们学龄前 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训练 但要教工夫们做这个训练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想说 或许需要私人机构 需要有法人介入 或者是可能需要有团体 来帮忙这个事情 但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非常的传统 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可以让人类更迅速地 可以了解跟体验到 正念以及活在当下 以及正确接受资讯 第二个系统跟第二个系统 要正确地平衡使用 我觉得有点困难 要实现 对啊 所以你自己需要什么方法 你说我自己认为用什么方法 就算你对你自己 我对于我自己吗 我对于我自己 一个人至少可以影响自己吗 对 我对于我自己的话 就是其实我走的是很传统路线 我可能会去一个地方静坐 然后观察自己的呼吸 观察自己身体所有的现象 那这些是基本的正念 正念会慢慢长大 它有深度广度 也就是深度就是 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我可以维持正念时间有多长 广度就是我观察的现象 我自己的身体情绪 以及到外面所有的事件 或者是我要执行一个任务的部分 所以它是需要时间训练 我自己就是先从静坐开始训练 那再来就是日常生活中 洗手 吃饭 走路 穿衣服 看东西 听客人跟我讲话 我要回应 我要做手术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训练基础的正面 对 那下一部分才是到情绪 有情绪起来要知道为什么它会起来 不是它起来的那一刻 而是它起来之前已经发生了 非常多事情我们才会开始有情绪 那情绪的延续 情绪的消失 那这是第二阶段 所以它对于我个人的帮助 是非常大的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愤怒的青年 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地球变成这样 为什么人这么贪婪 为什么有战争 为什么大家总是如此无知的生活 那我后来更了解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的愤怒就不灾了 它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对 所以我自己的话 我走的是传统的路线 但大家都会问我说 这个传统的路线 你没有时间 你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这样子去做 意思是说生活中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静坐 还是说没有办法拨一长段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刚刚讲了两个嘛 一个是说比较是日常型著作 我都可以做的 那另外一个是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做 然后专心地观察自己 那后者当然比较像有些人会去打产气啊 等等的这个状态 那我可以想象说有些人说没有那个时间 不过前面的部分为什么也没有时间呢 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正念培养 它需要老师运动你 因为它需要毫不费力 你不可以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可以说我今天在要求我要很专心 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 它没有办法让正念生起来 它必须要在一个很放松 没有任何要求的环境下去观察自己 也就是大家其实抓不到正念的点到底在哪 洗手大家都会洗手 谁不会洗手大家都会走路 大家都会听话讲话吃饭看东西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在我们的神经元里面其实有一些系统 它要能够活化要能够觉醒 它需要特定的方式去运作 所以它需要有人去引导 一定要有人吗 譬如之前我有带过一阵的Apple Watch 那上面就有一个App是让我深呼吸 然后它透过观测我的心跳 以及其他的可能电讯号的资讯来知道说 我这个深呼吸是不是真的有用 是不是真的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那这就不是人吗 这比较像是一个城市 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等于说你在洗手里要看你的表 没有它用震动的 这是英文 就是它要告诉你 因为这个人要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个讯号才有对它有效果 不然它是找不到那条路的 所以可能入门的时候 还是要其他人来带 对 但入门是最难的 所以这边很困难 也就是很多人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却可能是走错方向的 那他就不会获得这个好处 对 但是我想 我想我听到的 我先确认一下我听到的两个 一个是说你觉得尤其是在入门 但是之后可能也是碰到困难的时候等等 有一个有过正面的完整的体验的人来带 不是比较好而已 是有必要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你希望说在社会里面 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够去找到 有过正面的经验的人来引导他们进去 有这个状态 这个太传统 这个太传统 有没有其他方法不需要依靠人 因为现在有很多APP 其实他们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国外非常多APP 但是在VR里面也有非常多 对 有非常非常多 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啊 像我在里面 VR里面也有打太极的 也有其他的进行的这些APP 那其实他也是出现一个人的形状 只是说他跟我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他是预先录下来的 但是他也可以按照我实际的状况 给予我一些回馈等等 对我自己啦 至少是蛮有用的 嗯 他会监测心跳吗 如果是手表的话当然会啊 如果是VR配合有监控身体的状态 就有机会 嗯 所以VR是一个可行 我觉得还蛮可行的 因为就像你说的 一开始就是在此时此刻 在此地 这个感觉很重要 但是我们平常旁边都有很多刺激的来源 所以很容易就带到那些东西去了 但是在VR里面 我有时候带上VR 我可能是在宇宙当中 我在国际太空站的那个角度 在看地球 或者是说在很高的山顶 好比像说马特洪峰 在瑞士的一座山等等 那在那个情况的时候 旁边就没有这些小的 会把我的注意力吸走的东西 我就可以很完整的把地球 整个地球看作是一个 可能我们要对它跟它对话 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有 像你刚才讲的 好像每天都不太知道 自己人做什么这种感觉 嗯 它能够影响的 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经由这样子的体验去理解 嗯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 但是至少我有分享过的人 他带上VR 然后在太空看地球的时候 都会暂时好像进入一个比较在当下的情况 确实实在 他们有办法带到生活中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重点 必须要用在生活上 才是一个开始 对 因为我们在特定环境里面 可以得到平静 嗯 它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做 一样平静的决定 嗯 当刺激来的时候 我们立刻分清 对 那等于说 你的那个练习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在特定环境的练习 比方说我们在特定环境的练习 比方说我们在特定环境的练习比较像在做SPA 嗯 或者是做paticure 做指甲生活 它等于是一个放松跟舒压的感觉 但它没有办法让它带到生活中来应用 可是洗手也是一个特定的情境啊 对 对啊 那你在VR里当然也可以模拟洗手 这都没有问题 但我的意思是说 是什么让你觉得在SPA里面是特定的情境 但是洗手反而是日常生活呢 嗯 我的意思是说 嗯 比方说做SPA是被动的 对 就是 不用动 那外界的刺激给你的感觉是舒服的 嗯 所以这是我说的特定环境 不特定的环境就是 它会给你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 嗯 它可能会想把你拉走 嗯 那 这些就是不特定的环境 OK 它可能会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嗯 让你愤怒 嗯 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 嗯 所以这就是不特定的环境 OK 所以听起来不是非此即彼 它是一个光谱嘛 对 就是完全什么都不用做 躺着有人给你按摩 这是最这边了 对 那最这边的可能就是在很拥挤的很吵闹的 然后非常很不舒服的那种很 就是都市里面的很多情境里面 但是中间反正主动性越多一些 但是外面刺激可能也越多一些 嗯 那就越往这边靠一点 那我觉得 你刚刚有一个讲的很好 就是说不能一直待在这边 好像度假这样子 要有一些东西能够带到这边过来 嗯 怎么带进去 嗯 我觉得就一次走一小步 嗯 具体一点是说 嗯 具体一点好比像说 像我刚刚讲在VR里面打太极 那那个并不是自己完全不需要动的 那跟SPAR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自己必须要做出太极的这些动作 嗯 那这个时候我想就是再往你这边有主动性的再多了一点点 那如果对于太极的一些姿势 或者是一些运气的方法等等 有过一些练习的话 那在日常生活中 就算你是在走路 或者有人突然撞到你一下啊 或之类的 那身体都会记得说 哎 我还是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正面的情况 那去面对这些肢体的情境 嗯 了解 就中间是有动态 对 加入一个动态的训练 加入一些主动性的训练 嗯 嗯 是个好方法 要怎么推广呢 我觉得要推广这件事情 嗯 好像有一点困难 嗯 它好像变成一个人的兴趣 大家如果觉得有获得利益 有好处 就会想要继续做 像唐委员可能有感受到 他是有有帮助的 但是似乎感受到的人还没有那么多 不 我看就是在台湾啊 打太极的也好 或者练一些想什么外弹弓啊 什么的也好 其实也不乏其人 对 甚至花时间去打产气的也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至少以台湾来讲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方法 只是说是几岁的时候 对这个感到兴趣就不一定一样 有些人是可能生了一场重病之后 忽然对这个感到兴趣 或者是说他年纪比较大 空闲的时间比较多了 对这个感到兴趣等等 那我理解你的意思是 越早开始越好 但是我觉得 在台湾一个人一辈子里面 或早或晚 应该也都会有接触这个的机会 是的 了解 好的 现在教育有可能加进去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小学一二年级 已经有一个叫做生活的一个科目 那就跟我们以前那种美劳课啊 或者是手作啊什么不太一样 音乐课不太一样 生活其实就有一点像你讲的 就是在自己的可以探索的这个过程里面 比较学到怎么跟自己相处 而不是应去在某个线性的劳作 或垂直笛什么东西的 上面一定要累积什么 那我觉得先能够跟自己相处 对于尤其七八岁的小孩来讲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了解 所以您觉得现在教育系统 已经有类似的东西 对 但它当然不是说非常多的一个成分 生活课程再加上可能自主学习的时间啊等等 那它的结束并不是特别多 还是有一些是可能关于数学啊 国文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课程啊 那但是以我所值 好比像是有一些另类教育或实验教育 像华德福的系统 那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尽心的方法 忧郁思美啊等等 那这个它的比重又会更重 因为它不受我们的小学的课纲的限制 它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这部分上 而且他们也说在小学阶段 那尽量就是不去使用这些有荧幕的产品 所以事实上它可用的时间 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又更多一些 嗯 了解 所以它毕竟可能定位只能在一个比较少众 但是就算大众主流教育也有这个成分 这样就不会让小孩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嗯 了解 好的 好的 嗯 它有没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获利的模式 变成一家公司呢 我觉得有很多在做尽心的 或者是说在做团体动力的等等 这方面其实有很多是以服务形态 它不一定是一个产品 那但是它可以是一种体验的一种课程 那这方面其实身心灵方面 台湾也有很多已经把它的获利模式 已经找出来的团体 哦 真的吗 对 你如果去找一些团体的 身心灵的一些课程也可以找得到 嗯 我是看到很多传统 他们可能就是开课嘛 找一个地方有教室有师资 请大家去上课 收取学费 是 就如此 对 那里面有一些是跟我刚刚提到的 好比像说做VR的做手表的 做这一类体验的来合作 让大家就算是没有办法去这样子的课堂上面 透过远距或完全自己在家的情况下 也可以进入那个现场 嗯 嗯 就是现在已经有团体在做类似的服务 是 嗯 是哪一些啊 嗯 我自己用的叫做XR Space 嗯 那它里面有一个专区 专门就是这一类跟自己相处的 所以从 呃 产作到太极到各种各样子 那呃 我想他们合作的厂商 我不会背 但是如果你去XR Space的官网 应该可以找得到 嗯 嗯 了解 好的 所以它未来的趋势比较会朝虚拟 嗯 因为你刚才问的那个角度是说 我们现在靠试图这样子传授 它扩散的程度有限嘛 对 而且很靠人 是 不是很理想 对啊 那所以是不是有可能说 最多就是说可能一次把你带进门 但是之后大部分都可以自己跟自己相处 那我刚刚讲的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 嗯 了解 嗯 好的 好 我大概 我今天主要来拜会的目的 嗯 就只是这个而已 嗯 很棒 嗯 嗯 不过 嗯 听起来 我觉得好像还有更多可以努力的力 当然啦 嗯 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 大概我们有生之年 都不一定能够看到它全部的结果 嗯 但是那没有关系 就像你说的并不是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就每一代做这一代可以做的事情 这样 没错 好 我回去再想一想 嗯 到底 怎么样 对 嗯 可以把这个想法更落实 嗯 除了VR以外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其实VR只是一种做法 让人可以一下子就抽离到 嗯 像我刚刚讲高山或太空站等等 对 那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别的法门嘛 好比像说眼睛闭起来 然后去观想自己在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很多人做的一个方法 那我最近有看到一本书 叫The Good Ancestor 最近刚要翻成中文 还没有出 那但是 因为他们很希望我推荐嘛 所以我先看了书的稿 那如果找The Good Ancestor 应该可以找得到 他就讲了六种不同的练习的方法 那就像他的书的标题所说的 是让人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祖先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可能期待以后的人类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像你说的 就是每年用超过一个地球的资源的情况 因为如果从期待以后的角度来看 一个要成为好的祖先的话 那现在去向子孙提款 那是就是不厚道的不好的一个行为 那他有很多练习的方法 就是他有六种思维模式 都可以慢慢的让人去往这种更长期 但是越长期又越是活在当下的 这样的方法的生活 所以他的方式就是写书 传达他的理念和知识 然后想一些日常生活中 可以做的一些小的练习 所以可能差不多还是差不多就是 可能就是演说写书传递知识 给你一个环境可以抽离 你可以监控自己身体的系统 然后我们也可以录下我们的对谈 让其他人参考 这也是一种教学嘛 了解 所以好像差不多就这样嘛 还有没有别的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别的 但是重点是说 让这些新的媒材出现的时候 运用那些媒材的人 是愿意去传播这些想法的 我举例好比像说 像在疫情期间 很多的现场表演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但是如果是大家用电脑去做一些卡通人物 那就还是可以去表演 像我最近才去看了灵魂集转弯 那它是同一个做脑筋集转弯的团队做的嘛 Pixar 那他们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这种理念 包含快思慢响等等的系统 之前在脑筋集转弯 那现在灵魂集转弯里面又再更带入了更多的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理念 那可以在他们都没有面对面 都是个人在家的情况下 还是做出这样子一部电影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媒材的运用 但是还是要确保说 这些在做这些题目的人 他自己本身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像你说的 所以他们是靠大众传媒电影的方式 多放让大家说有趣 多看了可以理解 没错 这个概念 嗯嗯嗯 好哦 还有别的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自己有体验的嘛 但是我觉得未来你一定会碰到更多的媒材 那我觉得碰到了 马上就用一个正面 就是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运用它 这样就我觉得就足够了 嗯嗯 理解 好哦 好 好的 感谢 谢谢 嗯嗯嗯 应该差不多 好很棒 谢谢你 谢谢 谢谢